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接下来介绍跟打字有关系的事 很难得会介绍到这件事情 例如说好了 假设我今天我在这个 这个第一个 第一个 标题二的结束 我可能会希望输入什么 例如说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自作 类似这样子一句话 那这个时候呢 以前我们的做法 你可能会就直接打字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自作 那请问一下 这个字我想在座的各位 你应该可能会经常使用到 既然你常常会使用到的话 为什么不把它定义成经常使用的文字 就是也许我用一个代码 来去做一个取代 这个概念叫自动校正 对于电脑来说 它就只要看到你打的这几个代码 它就自动帮你转换 好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复制 我先把这几个字复制起来 等一下我就不用一直打字了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怎么样去设定这个自动校定呢 自动校正 第一 连选档案 那你一定会问 奇怪了 我设定这个校正 校正的意思 它应该可以理解 可是为什么会放在档案 因为它是放在选项里面 因为大家可能会针对 你经常使用到的 跟我经常使用到的 是不一样的 可是这件事情 大家可能都需要使用 所以它变成放在选项里面 点选 档案底下的选项 在校定这地方 校定 点选校定之后 再点选什么 自动校正选项 自动校正选项 这边有取代跟成为 例如说我就直接输入 NTPD 成为什么呢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请问 这时候要按什么键 新增案确定 因为最多同学 每次都跟我讲说 老师 我的电脑有问题 我就问他什么问题 他说我真的设定了五遍 他都没有成功 那是因为他没有按这个新增 对不起 因为他没有按这个新增 所以他就没有新增到这个字库里面去了 点选新增 点选新增之后再按确定 确定 确定 接下来 例如在这个地方 就输入 NTPD 可是他没有变啊 对不对 例如说 当我继续输入 制作 制作 句号 你看 他是不是自动帮我转换 不过 也有 也有 原始文件 他是这样说啦 就是 当你输入完 NTPD 你想要 直接看到 新北市政府 这个时候你可以按一个 空白键 可是 按了一个空白键 我要请你稍微知道一下 常用底下这个符号 他这边是不是多了一个空白键 好 所以我不喜欢教你就是输入这个NTPD 这个自动校正的文字后面再多点一下空白键 这到时候你又必须要用取代 取代什么 取代中文字后面多一个空白 好 所以建议各位 建议各位 我们就直接打字的方式 例如说 在这个地方 直接说 NTPD 制作 句号 就好了 你根本就不用知道什么 按一个空白键这一件事情 因为 有时候那个空白键会影响到你的排版 好 那我想 嗯 这个自动校定 自动校正 点选 档案 选项 然后 点选 自动校定 自动校定选项 例如说我就输入 ROC 如果这边我输入大写 那么 我到时候打字 我也必须要打大写 如果我打小姐的ROC 它不会帮我转换 例如说这边 代表是中华民国 然后 一定要点这个新增 一定要点这个新增 最多同学失败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只点了 确定 点选新增之后 再点确定 确定 然后 然后接下来 我们 例如说输入 ROC 然后 中华民国 可以啊 然后接下来是 小姐的 NTPD 这边都没有转 这边都还没有转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接中文字 它就会直接转了 它才会开始做自动校正 好 例如说 制作 因为这 这边是连续两个 所以这边还真的 必须要按一个空白键 NTPD 空白键 好 因为是连续两个 如果只有一个 你可以直接去产生出来 那你去动手玩一下 记住哦 记住 我最后要强调讲 ROC 碰白键 它不会帮我转 因为我刚刚是设定 大写的ROC 不是小写的ROC 好 请你们现在动手做一下 自动校正